而由執政黨提出來的政所稅法案 在政院版以及黨團整合版之後 現在又多了一個共識版 因為總統府昨天晚間召集相關單位共同討論 最後定調的內容基本上還是以黨團版為主 只是把法人長期持股的優惠門檻 從一年延長為政院版主張的三年 立法院在野黨立委今天批評國民黨變來變去 老是打自己嘴巴 他們要求馬英九總統自己出來講清楚 前財政部長劉玉如請辭確定 不過政所稅的爭議還是得找出共識 在十二晚間總統府邀及行政立法官員 和國民黨立委入府協商 最後微幅修正國民黨整合版 雖然人雙軌值依舊 但法人持有股票改為三年以上 才能詳簡辦科徵 只是執政黨政所稅版本變來變去 讓民進黨立委和親民黨立委都看不下去 這麼多的版讓大家人民也一頭捕薩薩 讓股民也整個傻眼的 馬總統難道這件事情你不該講嗎 面對在於黨立委的批評 在三十號全程參與協商的 國民黨團副書記長吳俞生表示 政所稅版本多 內部當然得先找出共識 三十號協商結論是立委提案 加行政院版本的整合 是五合一的共識版本 但三十一號晚間和行政院長當面 做過溝通就能正式定案 如果當時只是國民黨黨團版的話 那就是四位委員自己去整合就好了 合必大會大非州長 所以顯然這個是一個跨越行政院 跟立法院的五合一的整合版公識版 希望能夠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跟立委們就這個不同的版本之間的差異 再面對面的仔細的再討論一下 陳述在今晚江漢財委會就位立委會面 確定政所稅的版本內容 若達成共識 國民黨將在六月一號提交黨團大會 確認六月四號排入委員會審查 列求在本會即過關 只是親民黨不排除提朝野協商 能否闖關成功仍有變數 記者綜合報導